大家好,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過三關 談談港股的大細 今天港股反覆上落 升過下又跌過下 全日波幅不算大 最後升110點,收24883點 成交進一步縮,只剩1044億 今天令市場升為一隻稀嚇 稀嚇是哪一隻呢? 就是匯豐,最近都一直拖累市 今天反而成為市場上升的動力之一 跑形大市升為2.7% 跑形大市 反之然,最近大年市向上的騰訊 就回軟一點 令市場不能夠進步擴大升幅 全日只能夠升110點 說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的市形勢反反覆覆 波幅來說,顧之然不多 加上成交變得少了 沒有什麼方向感 如果再看你的圖 如果用柱狀圖來看 大家幻想一下柱狀圖 叫做內在日之內的就是內在日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日是陰燭 昨天的陰燭已經完全在之前的陰燭的範圍之內 今天的高低位又在昨天的完全範圍之內 今天是昨天的內在日,昨天也是內在日 內在日的意思就是代變 沒有什麼方向代變的意思呢? 為何要代變呢? 一方面就是跟兩隻股頭 我剛才說了,反過來玩有關 反過來玩就是匯豐 之前一直弱的,今天好一點 昨天的節目看到,匯豐今天的走勢非常關鍵 因為昨天一度穿過保力架通道底部 而且有少許通道有少許張開大的跡象 我昨天的節目看了 必須站在通道上 否則通道開大,就算是頭痕 幸好今天站在通道上 總而言之,整個淡細或淡意 叫做減輕了一點 沒有昨天那麼險峻 因為上回通道 站在通道上 而且今天是高收 形勢改善一點 沒有昨天那麼險 而昨天計算來說 反之,好就沒有昨天那麼好 昨天騰訊爆上去挺厲害的 好像試衝上去 昨天節目提及過 最大的阻力就是雙頂 想試衝,好像想試衝 但今天不行了 下跌兩元 看回剛才的恆指圖一樣 今天的高低位 都在昨天的高低位之內 亦都是內在日 換言之 去到這位,走勢都是代變 因為一隻好的,一隻淡的 走勢轉了 亦都是原因令恆新指數 今天沒有突破 向上或向下的本錢 因為最緊要人猜到 今天方向倒轉了 亦沒有爆上或爆落的情況 這個原因令恆新指數 今天波幅不大 另一個原因 就是回到點題的三個字 過三關 原因是外圍,特別是美國方面 今天有三關要過 看看能否過得到 大家以太太都不知道 所以可能這個原因 暫時按兵不同 第一關是甚麼 先看看圖 這個圖是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 意思是甚麼 就是今天跟這個圖有關係 就是聯儲局一年開放後 今晚凌晨 他就會公佈意識結果 鮑威爾主席 會出來說話 市場正在關注 究竟會怎樣 因為基本上議期九月前 都不會有甚麼大動作 只不過大家關注 這個意識結果出來之後 去說甚麼 意識聲明會說甚麼 以至鮑威爾的記者會說甚麼 這是大家關注所在 大家留意 聯儲局會重新維持很低利息 好幾年 會不會重新這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會不會談到 有關於負利率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 第三會不會說到 控制知識曲線這個方案 會不會考慮諸如此類 如果一旦情況有變 會不會提出這個選項 這幾個就是大家關注 另外更加 我想大家更加值得關注 就是鮑威爾或聯儲局 怎樣看疫情重新升溫 即是說美國 重新升溫之後 究竟對經濟的影響是怎樣 他們是否悲觀 還是審診還是樂觀 這就很影響大家對聯儲局的看法 剛才提過 為何看這圖 就是知識曲線會不會控制 會對這個圖有左右的作用 總共來說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 會對疫情升溫之後 對經濟的評估 這是重要的 如果悲觀的話 可能會投射 這是為之第一關 第二關就要看這圖 這圖是納斯達指數 其實就等於看美股 美股因為 業績期如火如荼 這星期很多重磅股 就會出業績 昨晚出了 有一隻比較大家熟悉 就是3M 同一隻是麥當勞 一隻是勝與期的表現 就是3M 一隻是勝與期 就是麥當勞 不過無論如何 升也好 信也好 兩隻股都要跌 所以這就是投行 好又跌 不好又跌 這就是一般傳統智慧解讀 是否走勢轉弱 所以今晚就要看美股 是否過得到這關 這關意思 第一 就是 今天還有幾隻 是很厲害的股份 就要公佈業績 包括什麼 Facebook 高通 波音 以及通融汽車 其實都是重磅一些的股份會公佈業績 出來怎樣呢 資料如何反映 大家要留意 第二個留意 就看回這個圖 這個納子圖 納子 這個就是保力加通道圖 你看到已經是穿了來中族 之前很強勢 納子持續強勢 帶領全個 美股上升 但看到這陣子 就轉弱了 在晚一點之前 就明顯 有些行人止暴 或者叫做舉報為奸 的態勢 慢慢回軟 現在還要穿20天線 村中族 麻煩 通常村中族之後 有機會向下測試 這就是通道底的支持 現在正正就是 通道底的支持在哪裏 10,100左右 而兩個前浪底的支持 亦都是10,100左右 準確一點是10,182 其實矮近10,200 簡單來說 10,100左右 這就是納子的重要支持 如果今晚的業績 看看能不能能不能 如果好像昨天那樣 碰到一點 不碰到一點 還要穿10,100 那就投行 這是第二關 第三關 就是美國的疫情救濟計劃 會不會有新的進展 因為今個星期五 31日就到期了 到期之後 究竟怎樣 現在我們在談 會不會延續 或者是否延續 因為現在民主黨和共和黨 是有分歧的 共和黨想一萬億搞定 民主黨想三萬億 究竟是一萬還是三萬 現在暫時還未談得到 會不會談不妥 談不妥就投行 因為根據初步的說法 談不妥 不能夠每月再銀六百元 額外失業救濟給美國人 一般估計 對美國的消費 以至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昨天諾貝爾獎 得主的經濟獎 當然 克魯曼 Paul Kuhlman 就說 如果今次救濟方案過不了 大件事 可能長遠影響美國經濟 這樣說 所以大家很關注 究竟過不過得到 不過過得到可能會有頭癡 因為這段時間華爾街開始催流 或者越來越多人說 今天就有高誠說 說什麼呢 就是美國不斷印銀子 可能未來幾年會引發通脹 所以現在不斷拋售美元 看看這個圖先 拋售美元 不斷買黃金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過到三萬億那邊 就頭呎 現在美國指數已經跌到這樣的狀況 昨天就載一些 金已經升到這樣的形勢 如果接近三萬億出來 會怎樣呢 可能對這兩方面 都有頭呎 金要再升 美元載一些 對市場會怎樣反應呢 股市真的要等著焦 看看能不能夠談 當然 在31日之前 明天之後 星期五還有機會談 看看這兩天有沒有談得出什麼樣子 總結來說 過三關看著這三樣東西 過三關以恆生指數指本身的技術手法怎樣看呢 都是五十天線最重要 五十天線以至綠色線指著 就是這幾天節目提及的 24100更加關鍵 這兩個位置 大家看著會不會失手 如果突破 不失手之餘 反而突破二十天線 就向好 如果掉回頭不碰 那就頭呎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